大家好 我是愛魚人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今年愛古88-109 魚人神 5.0納塔全寶箱加火神童加全熱物加陶俠加全成就加探索度100%加傳送點一條龍全收集路線 我們從SIP開的這個地下喘聲點這裡繼續 然後探索之後往南方向地主下方 自己往前飛 來到我們這個熱物指引點 在旁邊這裡有一個QQ的 這裡先把怪清一下 清王怪 然後我們這裡調查這個符 好它會出現一個蝴蝶 這裡對後完之後 我們朝正南方向地主下方 往前飛 要這個平台上 在這裡有一個符文這裡 來 面下這個地龍 好這裡從右前方這裡繞過去 好要這裡貼著牆 爬上來 然後這裡左轉 在這個草堆處有一個石盒子 好撿起座在前方這裡有一個帶遠風 這裡給它打碎 打碎座有個蟲洞 這裡轉一下 好 好那這次上來之後 在前方這裡有一個正手寶箱 這個我們一會再打 我們這裡然後把牆上處 左轉 好 在前方這裡有個蹲下的這個QQ 在這裡有個地震波 打一下是一個寶箱 好然後我們在這裡 去換這個人形態 把怪清一下 清王怪 來拿寶箱 寶箱 我們抓向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方 這裡沿著路往前走 好從這個洞口這裡出來 好然後這裡我們 傳南方向地圖下方這裡下去 那下面這裡有個符 這裡變成地龍 然後這裡右轉 在這個坑這裡有一個屎堆啊 這裡 抓地上 炸一下 然後把周圍幾個地震波 全部給他炸一下 好出現一個寶箱 然後把我們這裡回頭啊 地上這裡是有個閃光底啊 好而這一個是旁邊這一個 好戴了之後我們這裡會 卸下去 好在底下這裡有個火神通 然後剪血之後 東南方向地腿又下方 這裡我們要變換形態啊 變成這個蜥蜴 好附著到蜥蜴之後啊 東方向地腿又扁 底跳著游 跳游 所以來到前方這個符文這裡 好 這裡水面它會 上漲 上漲之後我們這裡回頭 這裡 就到前方這個房間 然後游到岸上 然後這裡點擊操作 好那水溫就下降了 好然後這裡再次回頭 這裡先往南方向地腿下方游到鏡頭 那前往這個石頭上這裡有一個石盒子 好那撿起來之後我們轉向 東北方向地腿越上方 這裡朝右前方看啊 右前方這裡有 有一個路 我們這裡 從右前方這條路繞過去 在這裡是有 就是炸彈啊 這個炸一下的話會有一個成就 可能我已經拿過了 不過順手 順手它會把牆上這裡剛才有一個印子啊 這裡是被這個炸彈炸啦 如果你炸彈沒炸到 你就自己 跳一下然後再攻擊 撞一下 這樣也可以打到 好我們這裡跳下來 然後南方向地腿下方 這裡我們切成人形態 這前方這個石牆上有一個火神鐘 撿起來之後我們這裡繼續往前走 往右轉 那前方這裡有一個大眼封啊 這個直接打就可以了 直接打算 臂力簽證 死乃千打 好打碎之後會有一個寶箱 開啟之後我們再 往前走 玉翼子舞 一費 秋安產這個蜥蜴 然後觸碰一下前方這一個符文 好然後這邊會過於當然這個洞晃 這還剪掉啊 這個 剪刀寶 剪刀後 任務結束 好 然后这边上来之后我们这里 修改人形态要往前走 那这里有个珍贵宝箱 然后会出现一个蝴蝶 我们跟着这个蝴蝶 这里楼梯上来之后会有一个闪光点 这是一把钥匙 打一掉甲 后面开展我们需要用刀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出梦符文 然后这里继续跟着这个蝴蝶 好这里我们要往对面飞 飞到对面 然后继续触碰这个符文 好继续跟着它 好这里我们注意右前吧 右前方这里是有一个马驰 这这马驰这里是一个死盒子 好然后这里继续跟着这个蝴蝶 好这里我们点击触碰 还给我们一个视角指引 刚刚我们不是楼梯那边剪了一个钥匙吗 反正就是刚刚那个左边那个 山洞里面有一个闪门 是开闪门用的 好这里我朝西方的地图左边 往对面飞 这里接到这个山洞 好在这个闪门左边这个箱子上 这里有个拉杆 把钥匙放下去 然后里面有三个宝箱 这里两个普通一个针棍 偶遇举动武 拿完之后我们再走出这个山洞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里朝着前方这个闪门点 这里飞过去 好然后这里我们进行修复 好然后右手边这里有一个符啊 我们要附着到地图神伤 然后炸这个地刺 你左爪 再左爪 再左爪 好这里是要热索 这里注意一下地雷 好这里是要热索 这里注意一下地雷 来我这里也要爬墙 然后点击这个宝箱 好 绕过来 直接去一下 好 這裡猛爬牆 這裡往右邊 這裡進入闖洞 這裡掛到墜號之後 我們這裡繼續復走地龍身上 往東方向地水右邊 這裡往前走 這裡要走出這個山洞 好 到這裡有一個蟲洞 所以鑽一下 鑽出來 好 出來之後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方 這裡注意頭頂上 這個石牆上方是有一個火神筒 所以我們先拿前往這個石柱底下 石柱基礎這裡有一個地震波 這裡貼了牆 這裡炸一下 然後往上面走 上面還有一個地震波 這裡炸一下 好 這裡 然後上面就往左轉 這裡炸一下 然後摧毀這個地次 然後這裡經過一個火神筒 然後火神筒左邊這裡 還有一個地震波 然後我們鑽這個床的洞 這裡上去 好 上去之後 來 開啟這個寶箱 然後保安桌 我們轉向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方 往前走 再起往這個石頭旁邊 那這裡是有一個地震波 來 這裡炸一下 炸的就是一個石盒子 撿起這個石盒子之後 我們鑽在轉向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方 這裡開一下這個傳送點 然後旁邊有個寶箱 我們一會 最後一會再開啊 這是個 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裡先過一下動畫 好 然後 南方向地圖下方 走到這個地龍旁邊 有一個地震波 在這裡也有一個石盒子 然後旁邊這個地頂砍 我們現在沒鑰匙啊 最後後面再開 呃 我們站在這個地頂砍的位置 往西方地圖左邊 然後這個石頭旁邊 這背後這裡有一個正手 打接切換這個人形胎 清完怪之後 我們再重新附走這個地龍 來開啟這個寶箱 然後正所寶箱之後啊 東方向地圖右邊走幾步 在這裡還有一個地震波 先抓到地上 鑽地下 然後這裡震一下 好 就可以解鎖這個寶箱 這版就是 呃 三個 三個飛鼠停留的位置 好 這裡我們走過來開啟一個寶箱 開啟之後 地上還會出現地震波啊 再加一下會有一個珍貴 然後把握之後啊 西南方向 地圖的左下方 這裡居然起的這個地龍往前走 再前往這個雪崖邊啊 雪崖邊這裡有一個 裝置 這裡我們注入這個藍樹 天觸了 注意燃樹 然後會出現這個浮梯 呃 這裡我們 順著浮梯往上面走一層啊 先走一層 先不要解這個神童 然後我們這裡要切換這個人形態 這裡我們拿到這個神童之後啊 一會拿到神童之後 趕緊往這個 左邊這個半塞藥這裡飛過去啊 這裡會陷下去 這裡飛到這個半塞藥 在這裡有一個 雞 這竟然我們碰之後它上去我們不管它 旁邊這裡有個符文 然後我們抓一下這個蟲洞 自己上去 然後碰一下剛才摸的這個雞 把它送歸位 來拿到寶箱 然後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方 自己繼續往前走 在前往這裡有一個 正手寶箱 親王怪 來拿到寶箱 去 然後抓到寶箱之後啊 在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符文啊 綠色的 來這裡我們 變成這個狐狸 好 往東方向地圖右扁 這裡門勾過去 交過來 好 來要前往這個帳篷底下 在這裡有一個挑戰啊 我們這裡 退出 來 選擇開始 這裡要達到1萬3分而已 才可以拿完獎勵 好 這裡科目三考試 好 這裡先變這個地龍 然後沿著斧題這裡 先鑽地下 然後跳一下 好 跳這個平台 然後這裡往右轉 這裡跳過去 好 在左邊這裡跳回來 好 繼續往前跳 好 這裡往右轉 這裡跳下這個扶梯 再跳 好 在前往搶到這裡有個蟲洞 這裡鑽一下 好 繼續往前 好 自己再跳 然後這裡沿著斧梯 自己再跳 好 想到這裡就差不多 1萬3了 好 後面就無所謂了 碰一下下面這個光標 好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挑戰 這裡也是三個寶箱 來 這裡開啟 看完這三個寶箱之後我們再 朝著北方向地主上方 在前往這裡有一個 牢門 這裡需要把周围怪給他親一下 然後解解釋一下 裡面的雞 好吧 哎呀 抓到這 各位吸引拼 也是帥 來這裡我們給他解救出來 好這裡我們不用跟他 我們附著一下旁邊這個符文 變成這個地龍 好 然後東北方向地主右上方 在遠處這裡有一個石頭 這裡我們蹲地 炒槍這個石頭這裡 自己蹲過去 好 在這兩朵花這裡啊 兩朵花這裡 我們攻擊一下 會出現一個雞 好 然後我們不管它 西北方向地主左上方 在遠處這個石頭 旁邊有一個印子 好這個印子 我們把這個地震波這裡兩個一起炸 好 然後這裡左邊啊 左邊這裡還有個地震波 好剛才那裡後面有個摩拉箱啊 大家有需要撿一下 然後在最遠處這個地震波有個雞 好 把這三個雞 全部送過來之後 就可以解鎖中間這個珍貴寶箱 開解之後啊 南方向地主下方 這裡繼續往前走 在前方這裡有一棵樹 這裡朝這個樹這裡 跑過去 然後切換這個人形態 然後往前飛 在前方這個木板旁邊有一個火神通 這裡拿到這個火神通之後 呃 在我們正下方啊 正下方這裡 有一隻雞跟一朵花 那還有另一隻雞藏在這個花裡面 接著打一下 打一下 打到之後我們這裡要把這個花撿起來 好 它就會走 然後跟著這兩隻雞 跟著走 還為什麼一個跑一個跳啊 好 這裡從樓梯爬上去 來開啟這個寶箱 請然後幫助我們在這裡繼續向上爬 所以爬上去 然後轉向北方向地主上防 去打開封器往前飛 然後這個任務的指引點 來掛下劇情 這裡對後完之後 那我們就傳 那我們就被傳送到這個地方了 又傳在旁邊 然後傳承之後 我們這裡 抓一下西南方向 地圖的左下方 再希望這裡有一個方塊 然後左前方這裡有個山洞啊 山洞這裡有個地龍 來操作一下 然後回頭 這裡封擊一下這個 方塊 好 牆上這裡有個印子 這裡繞著 繞一圈 這打在這個方塊 好 就會解鎖這個寶箱 好 這裡跳下來 就在山洞裡面 來拿寶箱 拿寶箱 我們這裡 往這個洞內走 這個洞內這裡有個十字架 這裡我們先觸摸箱 觸摸之後有個成就 好 好這裡也會被大家的秘境啊 然後會有一場波死炸 這裡我暫時還不知道怎麼打 這個怪 反正我只知道 雞拜桃還有另外一個成就啊 這個後面我知道了 再給大家演示吧 好啦,這裡我又先退出 然後這裡我們要 然後這個石頭這裡點擊離開 先訪圍到這個地面 好,出來了之後我們這裡回頭 這裡回去鑽一下這個地籠 好,這裡走出這個山洞 要往西北方向 地圖左上方 這裡我們注意地面啊 地面這裡是有一個地震波的 在平地這裡 來這裡炸一下 有一個寶箱 然後西方的地籠左邊 然後前往這個任務指引點 這裡是需要打怪的 好,這裡切完怪之後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正中心 發劇情 好,這裡對話完之後 然後這裡我們要從這個坑裡跳下去 然後這個洞窟底下 然後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裡沿著這個坑道往前走 好,然後我們觸碰要前往這個幅了 觸碰 好,我們繼續向前走 跟著這個蝴蝶 這裡可以順便開一下這個地下傳送點 好,對話完之後 這裡切開這個地下傳送 然後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往前飛 好,這裡有很多鑄雜 它會移上一下的 這裡想辦法繞過去 好,這裡 其實方法很多啊 反正這樣你能來到熱物點都可以 好,然後切完這個閃光點 這裡吊場 這裡兜化完之後 這裡往前走 再切完這裡有個石頭啊 我們先把怪清了 好,這裡切完怪之後 這裡也要把這個旁邊石頭這裡給它打碎啊 打碎中門 出目這個符文 好,這裡地前又改變了 這裡注意一下這個山頂啊 山頂上這裡有個紫色的這個煙 我們要打到這個石頭 這裡有沒有 想辦法繞過去 好,這裡我們可以做爬山方式啊 等一下 這裡做電梯 好,然後這裡逆死著 這裡繞上來 好,打到這個石頭 然後這裡觸碰這個符文 好,然後是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方 這裡往前飛 這裡還是一樣做這個電梯 好,這裡跳上來 這裡繼續打這個石頭 你已經不拘 然後調查這個符文 然後這裡我們需要清怪 好,這裡清完怪之後 我們拿到這個石頭上面 這裡碰到這個蝴蝶 還繼續觸碰 好,然後這裡我們往西膽方向 定住左下方 這裡跟著這個小地龍 往前走這裡右轉 然後再往左轉 好,這裡要往上跑 好,這裡要往上跑 一星級 這個左迷宮一樣 然後這裡往右邊轉 然後這裡我們等一下 好,等這個地龍我們這裡跳下去 好,然後打到最後一個這個石頭 拒與收地去 然後打到這個石頭 然後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方 我前往這個白光這裡出來 然後出發劇情 好,這裡對話完之後 我需要清下怪 好,這裡對話完之後 我往前走 這裡出發劇情 好,這裡對話完後 會出一個華麗寶箱 取材有風 觀看 我們不見 好,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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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玩